我想要請各位弟兄姊妹來翻開聖經 我們今天要一起來看 加拉太書已經講完了 對不對 我們就接著加拉太書 我們來談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我不一定會講完 但是我想以弗所書 一開始的三篇的信息 我覺得蠻重要的 我們就一起來看以弗所書 所以請你就記得 加拉太書你都翻得到了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翻以弗所書 沒有問題 第一章的第一節 然後我們要一直念到第十四節 這是一段非常美非常美的一段的文字 然後我們就一起來念 請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 就是在基督耶穌里有忠心的人 願恩惠平安 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 歸於你們 第三節來 願送贊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曾赐給我們 跟上各樣属灵的福氣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先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們 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結 無有瑕疵 又因愛我們 就按著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 兒子的名分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這恩典是祂在愛子里赐給我們的 我們藉著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過半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 這恩典是神用豬斑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歸於一 我們也在祂裡面得了基業 這原是那位隨己一行做萬事的 照祂旨意所預定的 叫祂的榮耀 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 可以得著稱讚 你們既聽見真理道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就受了所应許的聖靈為印記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只等到神之名被俗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好 我們讀到這裡 聖靈不要合起來 我們先一起來禱告 主 謝謝祢讓我們今天早晨 我們一口氣從第一節 一直念到第十四節 透過這一段華麗豐富的經文 讓我們看見 主 祢是如何地恩待我們 把那恩典透過在耶穌里 主賞賜給我們 以至於我們如今 主 我們就活在祢的恩典當中 活在祢所要賞賜的福氣當中 主 願祢打開我們的眼睛 也讓我們的眼睛 不單只是看見這些經文 也讓我們心裡明白這些經文 祢所要告訴我們 這經文當中的含義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今天 得知 得明白 主 祢對祢向我們顯了信義 謝謝主耶穌 我們這樣感謝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好 今天我們就要從 以佛所書來看 這一段經文當中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 我把它定為得救的福音 或者用一個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同樣的意思的一個主題 叫做得著福氣 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你可以理解我剛才講的得救的福音 跟這一段經文當中所引用的另外一個字 就是得著福氣 其實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其實是一樣的 為什麼叫做福氣呢 因為當初翻成中文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福氣對我們的弟兄姐妹 或者對華人來講 其實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可是得著福氣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讓每一個人可以聽聞 這個得救的福音 這個好消息 這段經文當中其實是非常特別的 這段經文你剛才在讀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你從第三節開始讀 然後一直到第14節 你會發現你沒有辦法在這中間 有任何的斷句 對嗎 你會發現好像停在哪裡 都有一點怪怪的 其實這一段經文 其實你可以說 它是新約保羅書信裡面的 好像一出的歌劇一開始的序曲 就是一開始 它就那種各種的華麗的那種聲音 那種最重要的那個主題 都一次的在這邊來呈現 很多的這一些 不論這一些在文藝復興時期的 這一些很重要的這些音樂家 他們這些人是基督徒 然後他們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們都給這一段經文一個評價 他說這段經文就好像 在歌劇當中的一首那種讚美詩 一個榮耀送 一首祝福的曲子 有一些人就來形容這一段經文 它就好像金鍊子 好像萬花筒 為什麼呢 如果你剛才在讀的時候 其實它從第三節一直到第14節 我要說 它只有一句話 你知道嗎 它就是一句話 這是完整的一句話 你可以說這是在書信當中 最長的一句話 所以這一句話當中 它用這一句話來告訴我們 整個福音的核心 在一開始第三節的時候 它怎麼說 它說願送贊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什麼 父神 簡單來講 其實這一句話 從第三節到第14節 最重要的主詞動詞 其實就在這一句話 就是那個送贊要歸給什麼 父神 然後什麼父神 他開始 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然後後面就開始 那個他 有沒有 他在基督裡 然後那個他就是講父神 所以後面就是一直一直來解釋這一句話 一直到第14節有一個目的 使他的榮耀得著什麼 稱讚 那個他是誰 就是父神 所以你可以理解 我為什麼現在要談這件事情 是我希望你理解這一段的經文 其實它是一個完整 而且它好像包羅萬象的 要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的信息 那就是福音怎麼樣臨到你我的生命當中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明白 其實上帝的福音臨到我們每一個人生命 其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在一開始的經文 他這邊特別提到 第三節說 願送贊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程赐給我們天上各樣 屬靈的福氣 整段的經文就是在這一個第三節 先做一個最核心的一個揭露 他接下來他就談主耶穌基督 他就談什麼 父神 他就談怎麼樣叫做在基督里 然後他賜 他曾賜給我 他怎麼賜給我們 那天上屬靈的福氣又指的是什麼 所以整個從第四節一直到第十四節 其實他就是來解釋 第三節所要表達的那個重要的核心 就在這一段的經文當中 我想第一件事情 我要跟各位要談的一個 在這段經文當中最核心的 第一個信息叫做 其實是父神主動的賜恩給我們 或者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要談的一個重要的 第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 是上帝是父神主動的什麼 拣選我們 很多時候我們不太明白這件事情 特別我要強調的是那個主動賜恩 或者是主動的監選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是一生下來都是基督徒 對嗎 是嘛 我們一定是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某一天 有一個人 然後把福音怎麼樣傳給你 或者是在你的生命當中 有一個人曾經把福音傳給你 你那個時候拒絕他了 然後過了生命當中的一段的時間之後 那可能兩年 五年 可能十年 你突然怎麼樣 想起了那個人曾經所傳給你的福音 你這個時候 你人生要做一個什麼 決定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好像在人生當中的每一個時刻 好像那個福音臨到我們 然後我們在那個時候 我們要生命當中 我們要做一個決定對不對 如果在佈道會的時候 講員就會邀請你怎麼樣 舉手對不對 對嗎 現在年輕人舉手會不夠對不對 我們就會請他怎麼樣 站起來 甚至什麼 走到前面來 OK 好 不論你是舉手 不論你做一個決定 待會來找牧師 或者是要你站起來走到台前來 我要說 這所有的一切的行動 都會讓我們有一個誤解 那個誤解是什麼 是我們選擇的神 上帝我給你一個機會 在我人生走到已經窮途潦倒的時候 碰到你 不然我給你一個機會好了 讓你來幫助我 我要說很多時候其實是這樣 所以有很多人信耶穌 可能是在窮途潦倒的時候 我也要告訴你 其實有許多的人信耶穌 不是在窮途潦倒的時候 是在什麼 他人生最高峰的時候 可是我要說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時候我們都以為是我們主動 我們主動來選擇了神 可是我要告訴你 在這一段經文 或者在今天的信息 我要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核心信息 不是我們給上帝一個機會 讓祂拯救我們 是上帝給我們機會 讓我們可以得救 我們每一次都喜歡分享這樣一個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人一生下來就往死裡走去 懂我的意思嗎 你一生下來就往一個懸崖邊走 是耶穌基督臨到我們 是上帝的恩典 是父神的恩典臨到我們 叫住我們 拉住我們 以至於怎麼樣 我們回轉 然後不至於怎麼樣 滅亡 反得永生 可是我們通常都不太理解這件事情 我們都以為 你的人生是光明的這樣 有一天當福音臨到你的時候 阿希要做一個決定 因為我如果不信他 這一下我的人生變黑暗了這樣 不是這樣的 而是人一生下來 我們就往滅亡裡去 是上帝主動吃恩要拯救我們 把我們拉回來到他愛子的國度 是上帝給我們一個得恩典的機會 所以其實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你看一下來聖經 這一段聖經就一直圍繞著 上帝主動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第三節他這邊講到 上帝赐福給我們 對不對 神赐福給我們 赐給我們各樣什麼 屬靈的福氣是他主動 第四節談到他在基督裡 拣選了我們是怎麼樣 他主動 他這邊第五節講到 他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 是什麼 是他主動 不是你自己去說 我做你兒子好不好 沒有這件事情 OK 第六節說什麼 以恩典 他就賜給我們恩典 第六節有沒有 使他榮耀恩典 然後這恩典是在愛子裡 賜給我們的 恩典賜給我們是什麼 他主動 第八節說 充充除足的賞給什麼 我們 請問是他主動嗎 是他主動 就這樣嗎 沒有繼續下去 第九節 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我們怎麼會知道 是他告訴我們 不是你今天突然 聰明 天生聰明 你明白 沒有 是他早就告訴你了 而是你在今天突然明白了 到了第十節 在他裡面得了什麼 基业 基业是誰給你的 是神給我們的 是他主動要給我們的 我講的這些經文 你一定記不住 對不對 沒關係 回到第一個 我要告訴你的主題 是父神主動的賜恩典選 當我們想到福音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理解這件事情 是上帝主動的 我們是被動的 在第四節經文 他特別提到一段 他說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拣選我們 那個拣選是主動的拣選 這個拣選呢 讓我們有一個改變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什麼 聖結 無有瑕疵 沒錯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 都成為他的兒女 接受他的 各位你在基督裡面 在教會當中 你成為上帝的兒女 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基督徒 沒有錯 因著上帝的恩典 因著耶穌基督的寶選 你成為聖結 無有瑕疵 可是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這不是我們原來正常的狀態 本來的狀態 應該這樣講 很多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去理解一件事情 是什麼 我們原本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態 有一年很特別 我的高中 我們畢業之後 從來沒有開過同學會 因為我們很特別 金門高中畢業了之後 我們所有的人都往各地去發展 大部分的人都不會留在島內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開什麼 開同學會 而且我們的同學會很特別 我們同學會開不是一般一般開 我們是一整年 一整年級 因為地方小 所以這一些同學很有可能 從小學 國中 高中 都跟你是什麼 同班同學 OK 所以我們的感情都非常好 我有很多同學 其實已經超過30年 沒有見面 20到30年左右 沒有見面 可是其實我每一年回去 我都會見到他爸爸媽媽 你知道嗎 然後他回去 都會見到我爸爸媽媽 我知道他的消息 都是從他爸爸媽媽的身上知道的 那一年的同學會 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 那一年我不曉得為什麼 到最後呢 他們整年級的同學 決定要到淡水去 那個時候我在淡量教會 所以我就把我們整年級的同學 總共100多人 聚集到教會 然後我們那一天就在那裡 我們就開了一個同學會 在那個同學會當中 我慢慢地去理解 我原本是怎麼樣的人 其實我已經忘記了 我18歲 高中畢業 接近快20 那個時候開同學 大概26年左右 26年 那我其實是在我高三的時候 信了耶穌 OK 所以有一些同學知道我在 我信了耶穌 可是有些同學並不知道 然後呢 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再重新地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很謝謝他們 他們讓我理解 我原來是什麼樣子的人 因為我已經做了那麼久的基督徒 對不對 我已經忘記了我原來是什麼樣子的人 我忘記了原來上帝在我生命當中 有這麼大的恩典 而且是上帝主動赤恩給我 怎麼說呢 我有一些同學看到我就直接罵三字經 我就覺得真是刺耳 但是也熟悉 原因呢 原因是因為 他們為什麼這樣子罵 罵我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是是因為以前我常這樣罵他 我們就是這樣罵來罵去 所以他們一直到看到我 他在叫我的名字前面 一定會加一個三字經這樣子 然後就抱在一起 我謝謝他們提醒我原來是什麼樣子的人 你知道在那個同學會上 我又高興又痛苦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就會講我以前怎麼樣 我以前怎麼樣 我以前怎麼樣 每一個講以前怎麼樣 我都哭笑不得 為什麼 那是事實 那是事實 他說韋楠你還記得嗎 我們考那個的時候那個作弊 你都連你都不會害怕 然後你就直接把那個就拿 拿給我這樣 我還不小心掉下去 你還下去幫我撿拿給他這樣 我就講了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兄姐妹 那就是我 你一定要明白 那就是以前的你 可是你也 在那天我也明白一件事情 是上帝改變了我 讓我可以更多的去接納那些 跟我一樣的人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是上帝主動的把這樣一個恩典 賜給我 我不是自己意識著要做這些改變 因為當我走到人生 已經過了二十幾年 再重新去看那個時候的我 我知道我有一個極大的差異 可是請問這樣一個極大的差異 是我自己意識到我要改變嗎 不是的 那是上帝一步一步 在我完全不知道要改變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調整我的眼睛 調整我的心 調整我的價值觀 然後給我力量 讓我有機會可以怎麼樣改變 你一定要明白 得救的福音在一開始 不是你自己工作去換取的 而是上帝主動賜恩給我們 我舉一個例子 當我的孩子 我的兒子 特別是兒子 我就會想要買一些禮物送給他 會嗎 你們會嗎 做爸爸的會嗎 你會買什麼樣子的禮物給他 他喜歡的或者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 我就會一直想買禮物給他 可是買到後來師母就問我說 那個東西到底是你喜歡 還是他喜歡 我就說是我喜歡 原因是因為我在我小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買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長大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怎麼樣 買給他 是我主動的怎麼樣 賜給他 所以我兒子有時候覺得很冤枉 不是我要買的 這是什麼 爸爸怎麼樣 主動要買給我的這樣 然後買完了之後 他覺得夠了 他想要再換一個新的 他就可以怎麼樣 再買一個新的 我現在手上這個手錶 其實是我買給我兒子的 你會想說這麼老的手錶 一個有電子計算機的手錶 在有手機的時代 已經可以用手機了對不對 我為什麼買這麼 這麼低階的手錶 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 我小時候想要有一個 而我沒有 我想要買一個給我的兒子 父親想要有的 也會想要給兒子 而父親他所擁有的 在這一段當中的那個聖結 所擁有的那個無瑕疵 那個愛 也會想要給我們 所以你一定要在這裡的時候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是上帝主動賜給我們 OK 可以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概念 他在這邊談到有關於父神的主題 強調他的主動 第二個 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有一個地方很特別 在這段經文談到有關於基督 短短的 總共剛才有幾節 總共14節 扣掉前面不算 從3到14節 這短短的經文當中 談到有關於基督 耶穌基督 或基督 耶穌 OK 好 主耶穌基督 愛 你知道總共幾次嗎 我告訴你 總共15次 簡單來講 一節就一次 再來在這裡談到有關於在基督裡 或在他裡面 反覆了幾次呢 我現在講你就會發現 剛剛那個字眼裡面很多這個對不對 很多 總共幾次 總共11次 他在強調一件事情 這個恩典是父神主動的賜給我們 而且這個恩典在這裡強調的是 透過什麼 耶穌基督 透過耶穌基督的舍己 透過耶穌基督的救贖賞賜給我們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他沒有多談其他的主題 十字架這個 他並沒有多談對不對 可是當他談到耶穌 談到耶穌基督 談到基督耶穌 談到主耶穌基督 談到愛子對不對 他都在談一件事情 講到耶穌基督 你就不能否認耶穌基督來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救贖 耶穌基督降生的目的是 為了要被釘在十字架上 為了要救贖我們 這段經文當中另外強調的 就是其實我們需要 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 我們需要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 我在說不是只是在信主的那一剎那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用法庭的那個概念 來想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 比如說你可以理解 你可以承認你自己是一個罪人 對嗎 你正在往死亡裡面走 對嗎 是 你可以接受 大部分基督徒都可以接受這一點 甚至有些基督徒的想法 就會被限制在這裡 就會覺得耶穌基督赦罪的恩典 只是在除去你 在信主之前的那一段時間的罪惡 懂我的意思嗎 你會覺得它是有限的 或者是耶穌只是我們生命當中 錯誤行為的一個立可白而已 這樣 那至於你信了耶穌之後 你接下來的生命 你要靠什麼 很多基督徒的概念是 那我就要靠自己努力 對嗎 我們會有這種感覺 對嗎 會嘛 對 我們信了耶穌 我們就成為一個什麼 哇 自由的人對不對 無罪的人 所以各位基督徒們 我們都應當要追求聖結對不對 我們應當要無有瑕疵 我們應當好好的追求 在主裡面成長 對嗎 是的 那如果在教會當中 如果成為基督徒之後 沒有追求神成長呢 我們對祂的那個眼神就會開始變 對吧 有一種藐視對不對 對吧 有一種懷疑對不對 甚至那個親視 甚至比那些還沒有信主的人更多 你知道嗎 可是我要告訴你 各位弟兄姐妹 不應當是這樣的 我們不應當 只是在信主耶穌之前 需要以主耶穌基督啊 我們在信主耶穌基督之後 我們仍然需要主耶穌基督救贖的什麼 恩典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把它好像就是停在那裡 在這一段的經文 有一個更有趣的地方 我讓你們看一下 我試圖讓你們明白 從第五節一直到第十一節 有幾個重要的一個字 第五節他說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什麼 義指或者旨意所喜悦的 OK 同樣的你會發現 在第十一節你也碰到這個字 我們在它裡面得了基業對不對 這原是那位隨行即義做萬事的 按著他的什麼 旨意所預定的 OK 這個是在第五節跟第什麼 十一節 接下來你應該繼續下去 第五節後半段說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對嗎 有預定兩個字 如果可以的話你就把它圈一下 如果是你的聖經 OK好 接下來第九節你就發現 第九節他怎麼說 他說都是照他自己所什麼 預定的美意 OK 接下來你會發現 這個是在聖經當中特別詩篇 真言其實很有名的 叫做交叉對稱 OK 到第六節的時候他用了 使他榮耀的什麼 恩典得著稱讚 OK 同樣的在你會發現 第八節他講到 這恩典是用神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的賞給我們 繼續囉 你會發現他越夾 越中間 第七節講到 我們藉著什麼 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過半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對不對 OK 然後在前面第六節的後半段 這恩典是他愛 他在愛子裡所什麼 賜給我們的 好 回到我這裡 看我這裡 剛才我講這麼多 在幹嘛 這種就是一個 在聖經文學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交叉的對稱 他會把很多重要的文字 不停地反覆出來 在一開始他談到什麼 義子 預定 恩典 愛子 對不對 接下來反過來 愛子 恩典 然後呢 預定 義子 那整個在這樣一個架構當中 最要強調的其實是核心的那個點 我們讀沒有感覺 因為這個是猶太人的傳統 你懂得說 就好像你叫外國人讀唐詩 你知道嗎 他問你為什麼要五個字 為什麼要七個字 他不太能夠理解 那我們在讀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為什麼這個對這個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這種文化 可是我們讀這個 我們也不懂他們的文化 在他們的對稱裡面 其實就是這樣 最中間的那個核心 才是他們最要強調的 而最中間的核心是什麼 愛子 他從第四 第五節 一直到第十一節 我用很快速的方式 他一邊在寫 雖然這中間很完整的一句話 可是在這中間 他用各樣的對稱要告訴你 所有這一切的那個關鍵點是什麼 是愛子或者是那愛子的血 使你得到什麼 救贖 各位兄姐妹 我們的生命 我們領受福音 經歷福音 所有的關鍵點 不是你我做了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以至於上帝覺得 你真是可愛這樣子 哇 這個孩子真好 如果可以做我的孩子多好 邀請你成為他的兒子 不是的 是你還在做罪人的時候 你背逆他的時候 我要說每一個人都是 我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 是當你在做這些背逆他的時候 你做這些事情 好像讓他不喜歡 神愛罪人 可是神恨悟那個罪 你知道嗎 神是容不下罪的 可是上帝愛罪人 可是上帝 我們還在做這些罪惡 狗屁刀造事情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怎麼樣 他拣选 可是問題是 你有罪怎麼辦 他讓他愛子的血 可以來洗淨 或者他你該受的罪 由他愛子來受 不論你用救贖的觀念 不論你用洗淨的概念 簡單來講 就是讓我們可以 因為他愛子的緣故 可以成為他的什麼 兒女 回到第一個 上帝主動賜恩 而這個主動賜恩 是透過他愛子的血 既然我們透過他愛子的血 已經可以得到這樣一個 兒子的名分的時候 他鼓勵我們 就不要再被那些罪惡說什麼 嚇死 這是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一直要提醒我們的一件事情 接下來我繼續的再往下講 這段經文完了之後 他在第十三節 第十三節他們特別提到 這一段說 他說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 對嗎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我在說這個福音 跟前面的那個福氣 其實是一個相對應的 OK 他說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他就說什麼 就受了所應許的什麼 聖靈 我再說我們信了 我們就受了 這裡的信了跟受了 是同樣一個時代 懂我意思嗎 簡單來講就是信了跟受了 就是同樣一位事情 OK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就受了所應許的什麼 聖靈為什麼 印記 簡單來講印記就是一個證明 你受了聖靈 就證明了你是上帝的兒女 你未來他這邊有談到 你可以得到基業 第十四節 他說這聖靈是我們得到基業 我們待會會談這個基業 到底是你的基業還是神的基業 這個聖靈成為我們得基業的什麼 憑據或者這個職員 原文做職就是證據的意思 OK 這邊要談到一個很重要的事 第一點我們談到是 父神主動賜給我們 第二點是透過他的愛子 耶穌基督恩典賞賜給我們 第三點要談到的是 這一個恩典是因著你們受了聖靈 而得到的那樣子的一個平均 所以我希望讓各位理解 今天我們的信仰不是基要派跟靈恩派之爭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你相信了聖經好好的解經 你就不需要聖靈 也不是你擁有了聖靈 得了聖靈的印記 你就不需要去理解上帝的話 記得他在這裡所談到的 你們既聽見什麼 真理的道 我再說 在信仰裡面 在聖經裡面 或者在基督徒的生命當中 聖經跟聖靈是密不可分的 請你們不要把它分開來看 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要說 現今就是很多 有些時候的教導會 他是在強調聖靈沒有錯 可是他沒有要否認聖經 請你不見得要誤會他 聽得懂嗎 可是很多時候 當他在強調解經的重要性的時候 他也沒有意識 一定要否認聖靈的工作 懂嗎 請你不要覺得 兩者只能選一個 懂嗎 那個是人的邏輯是這樣 你重視這個就不能重視那個 沒這回事 兩個怎麼樣 並行 用一個比喻好了 你走路的時候 是兩腳一起跳嗎 很有最僵尸力 雖然我沒看過 在傳說對不對 你走路的時候怎麼走 一前一後對不對 一前一後對不對 如果你的左腳是聖靈 右腳是聖經 請問你一起跳嗎 不可能並進的 懂我的意思嗎 他一定有時候這個在前面 有時候另外一個在前面 當我在強調聖經的重要性的時候 感覺好像你現在比較少的時間 好像在經歷聖靈 可是有機會聖靈會怎麼樣 的帶領會帶著你往前 當聖靈帶著你往前的時候 代表聖經一點都不重要嗎 沒有 因為接下來你要繼續往前 你需要聖經的什麼 的幫助 我希望用這個方式來 告訴各位弟兄姐 讓你們明白 這兩者之間的重要 如果有人要告訴你 只強調任何一個 你就不要差別了 你懂的是嗎 或者有人在強調一個的時候 請你也不要誤會他 他只是因為沒有太多的時間 告訴你另外一個 懂嗎 這樣的一個概念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再來一個 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對於屬靈的福氣 我們會有一個錯誤的認識 怎麼來說呢 對於屬靈的福氣 或者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他講的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對不對 好 我們講到屬靈這兩個字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把它當成是什麼 非物質的對不對 因為講到靈 我們就會覺得 它另外一個對應是肉體 對不對 OK 可是在這邊的屬靈的福氣 它不是要告訴你這一些福氣 只是一種虛無縹渺的一種感覺而已 有人就覺得 這一些靈恩的人太過追求什麼 那種實際的物質上的擁有跟 可以得著有沒有 太過強調這一點 他認為既然是屬靈的福氣 就應當是什麼 應當是那一種看不到的那一種滿足 那一種喜樂 對不對 那一種安全感 那一種有美好的情緒對不對 這才是屬靈嘛對不對 你每天都在講 要有好的工作 兒女要有好的表現對不對 然後要有足夠的存款 或者是這一些 就會覺得這一些人太怎麼樣 太屬世了 我要告訴你 在這裡屬靈的福氣 不是要把那個福氣做分類 你知道嗎 它在這裡談的屬靈 指的是那個來源到底是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不太管來源 它在這裡強調的那個屬靈的福氣 是那個源頭 那個福氣 那個恩典從何而來 你不要去分它是物質的 還是它是靈性的 它是內裡的滿足 還是真實今天中午可以吃飽 這都是福氣對嗎 這都是對我們來講 都是一個恩典是嗎 但是什麼叫做屬靈的福氣 是你知道這一切的來源從哪裡來 從神而來 從聖靈而來 所以我想要強調的是 在這一段的經文當中 那個屬靈的福氣 遠比你想像的更寬廣 但是要強調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你知道那個來源是什麼 是神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不太管那個來源 我們一直在我們的福氣上分類 你懂的是吧 然後彼此攻擊 No 如果那個來源是來自於神 我們要什麼 閉嘴 理解我這件事情嗎 可以喔 好 接下來另外一個就是 在這邊講到天上 對不對 也是同樣的概念 天上很多時候我們講天上 我們就以為它只是空間的用語 指的是天上跟地下 或者這個天上指的是一種 有形的或者是無形的 地上指的是有形的嘛 天上指的就是一種無形的 跟那個福氣有時候有一點像 對嗎 所以他在這邊強調的那個 天上屬靈的福氣就是double 在跟你確認那個福氣的源頭 是來自於什麼 神 那位天上的父神 那位聖靈 所有的恩典其實是從神而來 記得你不要看錯了 所有的恩典都從神而來 不是因著你自己的努力而得著 我一直不停地強調這一點 因為我們人很容易會落到這樣子的一個困難當中 或者這種誤會當中 以為所有的這一切的恩典 或者是你未來所能夠得到的 完全是看你今天多努力 我要說在這世上有些事情的確是這樣 比如說我的女兒要期末考 她需要好好的唸書 所以才會有好的成績 是嗎 對嗎 她一定要背了她才會 她不背她就不會 這個是一種定律我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因著受到這種概念的影響 我們也會以為 我們要從神那裡得恩典 我們也自己應當要什麼 努力 我們要得到上帝最大的恩典 我們自己要盡上最大的什麼 努力 可是我要告訴你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 或者根本不是這樣 上帝給我們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 是嗎 賜給我們永生 是嗎 你努力了什麼 你努力了什麼 今天基督徒 或者說我們這樣講好了 佔全國的百分之五 六 七好了 你比這全國的另外百分之九十三努力嗎 你比他們聖結嗎 你比他們好運嗎 為什麼沒有別的 是因為上帝主動的監選我們 耶穌基督為我們死也為他們死 而為什麼我們可以得著 只是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這是真的 有很多人覺得 所以先擺一下 可是你我怎麼樣 相信 信是得著的 它就什麼 得著了 沒有一個是靠我們自己的工作得到的 而在最後這邊第十三節 第十四節 他說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平均 這個基業是什麼 有很多人也會有很多的解釋 你們覺得基業是什麼 得基業 我很想 你懂嗎 對我們來講 如果你有比較好的解釋 我的意思是說比較人性 所謂的人性不一定是對的 就是比較合理自然的解釋 你會覺得 這個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那如果是這樣 聖靈上帝就主動賞賜下來 我只要信 什麼都不用做 聖靈就賞賜下來 那也真的在我生命當中 那基業最好是什麼 你就想辦法擴大基業的解釋 是嗎 對不對 基業就是你有一個好的工作 基業就是一個你有好的收入 基業就是 你因著有好工作好收入 你可以怎麼樣 有好的房子 有好的車子 這個基業是什麼 你的兒女有好的表現 那到底這邊所談的基業是什麼 如果你覺得 對不起 韋蘭牧師 你講的那些都太俗氣了 我才不是這樣子的人 那這邊你覺得 這一段經文當中 他要跟你談的基業是什麼 好 天國的基業 那天國有什麼基業 天上的冠冕 天上有什麼冠冕 天上有 有別墅嗎 或是住在天上的天龍國裡面這樣 我要告訴你 其實整個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不是只是自然以佛所述 我們剛剛所讀的加拉太書 其實也談這樣一個概念 加拉太書在談到有關於基業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只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得著兒子的名分 那個基業遠超過你所想像的 什麼是基業 就是所有上帝有的都是你的 如果你真的用你的角度去詮釋基業 我要告訴你 你把上帝看小了 你也把你自己看小了 你把你自己當成只是一個仆人 而不是兒女 你仁就是奴仆 你想到的是你眼中所看到的這一切 可是這一段經文要告訴你 他要賜給我們那個基業 那個基業是誰給我們的基業 是神給我們的基業 所以那個基業是神的基業 不是你跟我的 兒女屬於你跟我的嗎 不是嘛 看起來像你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就會發現 等到他上了國中就不是你的了 對嗎 女兒最明顯對不對 有一天我要 對 我要帶他從那邊走過來 這個就是我比黃牧師 比較驕傲的地方 我說另外一位黃牧師對不對 我有一個女兒 可以這樣帶他走出來 對 可是有比較好嗎 那要嫁給別人的 不是你的 可是也是你的 你理解我要談的這個重點嗎 各位弟兄姐妹 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他不停地告訴我們 福音是什麼 那個福氣是什麼 他不單單只是要滿足 你生活所需的現況而已 他要告訴你 一個你從來未曾想過的一件事情 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 而是上帝主動透過耶穌基督賞賜給你 而且不但賞賜給你 還怕你不知道 讓聖靈保惠師 住在你的裡面 讓你知道你有這樣一個憑 你有這樣一個確定 我再說我們在生命當中 經歷聖靈的恩典以及作為 那是事實 不需要去否認他 懂我的意思嗎 當有人被抑制 當有人生命當中的一些困難 被上帝解決 你不要急著去否認他 那是的 可是不要只是滿足在 你現在人生當中的這一些 所謂屬靈 靈恩的經驗當中 這一些所有的經驗 它是成為你的一個什麼 值 一個憑據 一個把握 有一天 你在更好的地方 可以享受更好的恩典 請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不要只是想到在地上 在神學有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叫做已然跟未然 你們有聽過或者沒有聽過 所謂的已然就是 因為神國臨到 有一些事情 你會看見它發生 有一些事情 你還沒有看見它發生 可是不論是已然或者是未然 那都是上帝什麼 要做的事情 而我們只是因為 我們時間的限制 我們人只有短短的80年吧 所以你看不見 看得見的 你運氣好 叫做已然 對不對 看不見的叫做什麼 未然 可是不論已然或者是未然 它都是上帝實際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不單單只是領受一個得救的福音而已 福音其實就是一個好消息 對嗎 福音是好消息 福音不是一個 好像你告訴別人的一個勸告而已 我們很多時候 把福音當成是勸告 你應該怎樣 你應該怎樣 你在傳福音給他 其實你在告訴他一個 好像勸勢歌 你最好這樣 你最好那樣最好 然後你因為這樣 所以上帝才能賜福給你 不是 你這個不是告訴他一個好消息 是一個有好消息包裝的一個律法而已 不是 你需要告訴他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的消息 而正是這一段經文所告訴你的 也許你沒有辦法背這一段經文 對嗎 可是你知道這一段經文 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 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 談到你將要得到一個福氣 而那個福氣是在父神 在一開始就要什麼 賜給你的 我們已經在背這一段經文 而這一段經文是按照他的意思 對嗎 然後呢 我們談到哪一個主題 透過什麼 這個也是靠著他的恩典 對不對 是他恩典的賜下 然後在他愛子裡面賜給我們的 賜給我們的之後呢 他賜下聖靈當作什麼 平具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從他那裡得著基業 而那個基業其實就是可以成為他的兒女 這一段經文你看他一口氣告訴你 你這麼多的事情就是希望你明白 如此簡單的道理 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讓生命當中的 任何的一些的經歷 起起伏伏 或喜樂或悲傷或順利或逆境 奪去你生命當中 該有的那個滿足感 他要告訴你 你生命當中最大的恩典就是 你可以得著這樣一個 屬靈的福氣 而那個福氣已經在你的生命當中 謝謝 謝謝